范浩正 福林和多尔滚的关系 一直是我最担心的 一个是我的儿子 一个是我最爱的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 臣 斗胆有个建议 你快说 臣这个建议也许会伤害到太后的感情 是杀头之罪 所以请太后恕罪 现在我的感情已经被伤害得差不多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谢太后恨点 臣以为 如果太后和多尔滚合婚 皇上因为害太小 会在她心灵上造成不可弥合的创伤 皇上将很难成长起来 成为 一代君王 那你觉得我和多尔滚 什么时候才合适呢 其实臣一直以为 太后和摄政王合婚 不单单是个人的事 更是关系到 关系到大清命运的头等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 臣觉得 太后下架摄政王的最好日子 就是大清爆发危机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也许就是顺治皇帝 秦政的时候 你还真没说错 你还真没说错 这的确是杀头的罪 范好诚 你居然把我当成一张牌来打 臣不敢 要说牌 臣才是太后手里的一张牌 太后是大清朝掌握一切底牌 并决定出牌顺序的人 你居然把我当成一张牌 直接打开 这一张牌顺序的人 要看 到这一张牌顺序的人 你居然不及 到这些牌顺序的人 也不会打开 你才是在这边 你居然不及 第一是 童马 你居然不及 你这个人呢 平时不怎么张扬 在关键时刻 我还真缺不了你 你把我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太后 您打算 怎么告诉摄政王呢 小月的事倒提醒了我 她对这事也很内疚 我让她放一放 她也不好说什么 太后 微臣的建议 最好不要跟摄政王讲 她要是知道了 那非得 把范某人的脑袋给取下来 这事还用你提醒我吗 你这颗脑袋 我还舍不得它掉下来呢 太后能告诉臣吗 摄政王留臣在京 到底是什么事 这件事 还是让多尔滚自己跟你谈吧 我不想干政 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点 这是件涉及全国的大事 多尔滚决定要做这件事 我告诉他 一定要跟你谈通了 你是汉人中最大的官 你谈不通 这件事实行起来就很困难 我想明天 最迟后天 他一定会照你进宫的 等你们谈完话以后 我再把战事不结婚的事告诉他 以后 再放下咱们 来 看看 这个事实 我还希望你会 老爷 老爷 您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 见妾又不敢问 老爷 我在想朝礼的事 老爷 咱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几时动身呢 怎么 是不是来讲江南风景好 想先渡为快 也不是 夫人在问这事 夫人说 到了江南以后 一定要把老爷伺候好 夫人还说 我说不出口 孝儿 跟我说说 夫人说什么 从江南回京城的时候 一定要带一个大胖小子 孝儿 孝儿 说不定 这段时间就有了 老爷 孝儿 他说是 你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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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都想 要跟本官对着 这可是后代 不瞒您说啊 范大人 摄政王在前提供暖阁 白酒待客 这还是头一遭啊 好啊 范好正 早就想和你喝喝酒聊聊天 今天总算随愿了 能跟摄政王相对着酒 这是不胜荣幸 来 我敬你 敬你为大兴做出的卓越贡献 谢摄政王 这杯酒得干了啊 好酒啊 这是明朝宫中留下来的玉酒 是万历年间酿酒 汉人的酿酒技术 真是妙不可言啊 是啊 这是几千年的传承啊 不过摄政王这杯酒 我实在是不敢再干了 先皇曾经有旨 不许强劝范好正饮酒 这道圣旨现在依然有效 你随意啊 臣不胜酒力让摄政王见效了 臣不喝多了 误了听摄政王的讯事 这道圣旨是不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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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